而再来大家观众朋友关注到的是 新北市这名机车骑士一觉醒来 停在家门口楼下的机车却不翼而飞 骗巡不得 他也不晓得自己的车是被偷了还是被移走了 调约经事器才发现 原来是有共享机车WIMO的移车员调度员 把他的车移走摆进了这共享机车了 他觉得这样的行为呢造成了他的困扰 而且随意移车是不是有法律上的罚则呢 而对此WIMO业者也说会打电话 向车主致歉 也会加强员工训练 要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四点多一名共享机车维护人员 准备维护车辆 大家东看看西看看 在开始工作之前 先移动停在车阁里的机车 再把共享机车移进停车阁 最后才开始换电池保养 车主早上出门赶着上班 发现车子不见 非常着急 事发在27号凌晨4点多 新北市新店一处巷弄 原来共享机车维护人员 当时疑似是发现 共享机车违规停放 才会把民众的机车移到旁边 再把共享车移到停车阁里 车主一大早还以为车子被人偷走 当时车主是把车子停在这个停车阁 但他控诉对方是擅自移车 把他移到旁边的这个位置 但这个地方其实是私人地 他就担心会引发纠纷 占用的部分或者是说要套法院的部分 那是谁要来去负担这个责任 针对这名维运人员的行为 共享机车公司也坦诚疏 平时都有严格要求外勤人员的行为 发生移车事件 也已经约谈这名维护人员 并且加强教育训练 公司也致电给当事人表达歉意 对方也已经接受 但无论如何机车无故被移动 车主感觉都实在不太舒服 TVBS视频宣战 郭颖新闻市报道 确实现在很多人会以共享机车 作为代步工具非常的方便 但是这样私质把别人挺好的车位 也拿出来共享的行为呢 其实也有可能会有触法的危机 所以观众朋友呢 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社会追击令 就要带大家来关注 如果发生了什么样的条件 恐怕就会涉及触法的疑虑了 那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 我们社会组的记者李洁 观众朋友晚安 新华晚安 好 李洁不好意思 我们想要来请教一下 我们都知道 现在呢共享机车 大家都几乎在各大闹区啊 或是每一个街区 都可以看到零星的一两辆的 这样的共享机车存在吗 那像是台北市啊 台中高雄呢 至少都有三家业者 投放了四五千辆的机车 可是难道如果说 这些车辆的停车格 都被他们停去了 那一般的车主 会不会就会觉得业者 在跟他们争位 没有其他的规则能够规范嘛 其实现在共享机车 是非常的多元化 其实包括了 Iran ゴーシェル 或是Wemo 其实各式各样 情况你有骑过 他们的共享机车吗 我是还没有尝试过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车 我也是自己有车 所以没有在使用 共享机车 不过现在共享机车 是越来越夯 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那大家就觉得说 如果这些共享机车 跟私人的车主来抢车位 不就是影响大家的一些 用户的权益吗 那我们可以知道 目前包括刚刚所提到的 Iran ゴーシェル 或是Wemo 他们其实在双北市 已经有提供1万辆左右了 而且他们的周转率 也是蛮高的 就在使用上面 平均一天可以使用到 2点多 2.5次到4.1次左右 那么大家就在想说 他们这个投放这么多 那现在会不会跟其他的 私人的机车的车主来抢车位 因此在新北市的部分呢 就有提供一个叫做 新北市共享运聚的 经营业管理的办法 而在这个办法当中呢 其实呢就是规定业者 他们在一个接扩 只能提两台的共享机车 接扩是什么意思呢 从这张的这个图表 就可以看到 接扩呢 就是它四周都有道路来做分割 如果四周都有道路来做分割的话 就是一个接扩 以接扩一来说的话 它旁边就有道路 然后旁边也有公园 也算是一个边界 像这样子 一个接扩只能停两台共享机车 是他们的规范的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同一个车格 不能停放超过72个小时 72个小时相当于三天左右 那第三 就是如果你接到检举的话 四个小时之间的业者就要移车 但业者看到这样的规范 其实是相当的头痛 觉得这营运的难度非常的高 我们从第一点来看 一个接扩只能停两台共享机车 业者就觉得说 其实在一些比较热闹的地方 像是车站或是电影院附近或是KTV旁边 那人多车多的时候呢 大家想要去租用 你又不能去规范说 啊我租用者我在还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停在什么地方 哪些地方能停哪些地方不能停 对于租用者来说 其实有的时候是搞不清楚的 尤其像这种共享机车呢 他其实随租随环 对大家来说很方便 但对业者来管理上面 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那第二个规范呢 就是他在同个车格不能停超过72小时 就业者觉得说 那我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去挪动他吗 那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想 他这样子规定 也就是说呢 在这72小时当中 业者要随时去观看说 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一些状况 否则车子如果坏掉 被停滞放在那边 根本没有人去注意的话 可能也会影响市容 因此交通局就觉得说 我现在呢 要求你72小时就要去 来去检查一次 如果被其他人兼去 四个小时去挪车 这样的时间规范 其实呢是还蛮合理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新北市呢 其实光是市民就有400万人 而自己有机车的车辆 就是有私人车主的部分 就有大概200万辆 那现在呢 这么多的共享机车出来 就是避免他们说呢 跟一些私人车主来抢车位 因此这边有特别提到 说就是他们这些营运业者呢 是利用公共的车格来营运 因此呢是建议他们 不要跟很多人 来抢载公勇的车位 来避免说民众的停车权力 是有被影响的 那么现在也特别提醒 如果业者真的有违反规定的话 那么他们会给他改善的机会 要是真的没有改善 他们将会被取消营运资格 而且在一年之内 都不能再重新再申请 确实哦 因为台湾的这个摩托车密度之高 拥有者之中可能是全球居贯的 大家对台北桥的机车瀑布 应该是印象很深刻 所以这个大城市里头的停车格分配呢 其实也关乎到大家的公共利益 毕竟停车格用的是公有地嘛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Ashley后援会说 共享机车最快只能骑 时速50公里哦 就车速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点 那么另外一方面 程亮有说供不应求的机车格区 共享机车很容易被私家车移出 车格换位 之前李杰有曾经为我们报道过 所以回过头来呢 我们要来关注 有的时候我们在 乔停车位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觉得 乔一下乔一下 挤一下 但是你知道吗 这样的行为很有机会会触犯强制罪吗 其实大家在挪车位 在找车格的时候 真的是有时候是认为很头痛 因为觉得说我再挤一下就好了 只要再挪一点点 我的车子就可以塞进去了 可是常常呢 也因为在挪动车位的时候 引发了车主跟车主之间的纠纷 我们就有请教律师说 到底会不会有强制罪的问题呢 因为你发现你的车子被移动 结果呢 害得自己被开单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责任 到底算谁的对方 难道都没有任何刑责吗 那么这边律师呢就特别提醒 移车的时候呢 其实有几种情况 如果是在一般的停车格的话 就大家都可以去停的时候呢 如果你挪动他 其实不涉及强制罪的 因为那个空间是大家都可以使用 但如果呢 这个车位是他已经租为 私人所使用的车位 当你去移动他 去占用他的车子的车位的时候呢 你就有可能会有被提告强制罪 因为你是等于是限制他所自由使用的空间跟范围 那但是呢 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之下 挪动车子到警察局去报案 通常都会提告的是毁损 其实这毁损呢 其实非常的奇妙 他如果要被提告毁损的话 他跟他的翻译是很有关系的 这个时候呢到刑事诉讼里面呢 他就问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有故意要去毁损你的车辆 有故意要去毁损而去挪动 而这样子的行为 那其实呢就有一些律师的见解其实不太一样的 有些律师认为说 通常移车不太会有毁损你的车子的翻译 但是呢也有其他律师认为 还是会有间接 间接故意的问题 那间接故意到底什么叫做间接故意 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了解 如果你是一个合法的猎人 你进到森林里面要去打猎 你看到一只小兔子跟一个小朋友在一起 你心里面只想要去找那只兔子 但是呢你理智商判断 有可能这一枪打下去 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小朋友 你在天人交战当中 你觉得啊算了 打到小朋友应该没有关系吧 因此呢你就带着说 没有关系的这个想法跟动机 就直接开了这一枪 而如果这一枪刚好不小心打到小朋友 小朋友也因此死亡的话 那你就还是会在法律上 被认为是有故意杀人的问题 因此套用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认为说你移车 有可能会造成 比如说他的车子会倒下来 可能会有后照镜的毁损 或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车壳磨损的话 你还是觉得没有关系 我移一下应该没有差 结果真的倒下来毁损了之后呢 这个还是有可能会被认为 是有间接故意的问题 不过呢这个犯益其实呢 在法庭上面是讨论到新政的状况 因此呢这个在法庭的工坊 是很有这个可以互相讨论的 不过大部分呢到最后整个案件呢 在形式上面不太容易会被 有认定有罪 通常呢都是把它列为是民事最后球场的部分 因此可以知道是法律人士就建议说到最后 还是有可能会是指向这个民事球场的部分 不过有人好奇说万一我的车子真的被移动了 那害得我要被就是比如说交通违规开单 那到底这个罚单算谁的呢 因此呢就有几种方式 这边警方就有特别提醒 如果你发现你的车子在停好之后 被人移动就要看证据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被人移动 还是你自己乱提车 然后自己乱讲话 因此呢有第一个方式就是 你可以调阅相关的监视器来还原当时的情况 但是呢也不是每个项梦都有监视器的 有一个自保的方法 虽然有点麻烦 但是呢也是一个自保的方式 就是你停好车就拍下照片 照片上面也会有一些时间 也有你拍照的那个状况 就是你停车的当下 其实是合法的 万一你的车子真的被挪动到 比如说红线区域或是私人土地 被人来去报案或是来开单的话 你就可以来申诉 那张罚单应该是可以撤销 但是呢别人挪动的车子 他这样子的违规 会不会变成这个罚单让他去搅呢 其实也不太可能 因为车子还是你的 因此这部分上面 其实自保的方式有很多 如果多做一个动作 多拍一张照片 其实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 确实哦 所以移车会不会触犯法律呢 情况有三种 第一个私家土地不要乱移 那么公共土地呢 适时的挪动 要小心不要毁损对方的车辆 最后一种哦 要挪车也不可以害别人违规 要有功德心了 不过这些关键的重要点 如果您的爱车被移的话 保留影像证据 存证来求查 也是非常重要的 想移车还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停这种合法的停车格 更重要的是 还完车之后 记得帮你的车照一张相 之后如果有人乱移车 衍生出什么罚单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拿这张照片来自保 目前罚单争议中最多的 就是移车问题 Wemo跟GoShare申诉措施雷同 系统会先比对查询 确认违规属实没有异常 就会寄电子邮件通知缴款 程中人可以回复跟客服申诉 至于Iran 则是跟监理机关申请罚单转罚 申诉窗口是原举罚机关 不过这些自救方式 没有关键影像佐证 就是办不到 这也是一般机车组的痛 车子如果有刮到的话 像这个啊 就像是被人家移车手动到的 对啊 所以我就自己就算自己理赔啊 因为停车位难找 很多机车族看到停车格 还有一点空间 就会移车钻中间小位子停 看到就算不高兴也没用 因为车不是人不构成强制罪 难道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吗 但如果符合这种情况下 就告得成 移车这个行为 除非车辆有损坏 而且反观认为你移车的方式 很明显会造成车辆损坏 你就还是毫不介意的去移车了 也因此可能构成间接 故意毁损罪之外 其实就单纯移车的行为 目前现行法并没有任何处罚 同样如果因为移车纠纷 打官司到法庭 也需要影像佐证 所以如果停在举发热点 还是建议比照共享机车做法 拍张照再走 毕竟罚单认车不认人 TVBS新闻无区前无鱼 特别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 CruzP